我们反反复复给大家去讲呼吸 希望大家能明白呼吸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经常讲 呼吸是瑜伽的灵魂 那呼吸又是一切生命的基础 呼吸是一切冥想的基础 那么所有的脏腹 所有的脏气都靠气来去调整 所以说呼吸在我们生命当中 占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的整个呼吸系统 整个肺活量 甚至是整个内脏 全靠我们强有稳健的呼吸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花更多的时间 来去专注地练习呼吸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呼吸能让我们的内在变得更加稳定 你的整个思绪会更加的清晰 内在更加的平稳 所以说这就是呼吸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到便是容認 可抗